他真像一头猛虹啊 没想到霸刀如此厉害 霸刀 江湖上霸刀已经消失 全是因为他 其刀法不但尽得霸刀真传 且轻出一览已在霸刀之上 盘点在天下第一中 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第三位弟子第一号密探龟海一刀 龟海一刀这个角色 据推测是导演王晶 根据金英小说中的杨过和乔风柔合而成 他和杨过一样 一直想要查出真相替负报仇 为了拥有报仇的实力 龟海一刀修炼了天上地下 终极一刀雄霸天下 这门刀法乃是极其邪门的刀法 会让修炼者逐渐生出心魔 从人控制刀变成刀控制人 龟海一刀练成雄霸天下后 跟着天下第一神探张静景 来到了疯人山庄调查真相 得知父亲龟海百炼的死 与他的三个结拜兄弟脱不了关系 这三人分别是麒麟门的掌门麒麟子 少林寺主持了空大师 天下第一剑刻剑金风 可让龟海一刀没有想到的是 他率先找到麒麟子 麒麟子明明可以用五行麒麟阵对付他 可却选择承认自己就是杀人真凶 自尽在龟海一刀的面前 得知麒麟子不是杀人真凶 龟海一刀又前往天下第一庄 寻找剑金风寻求真相 剑金风身为天下第一剑客 他的武功还在龟海一刀之上 可是为了隐瞒真相 他如同麒麟子一样选择了自我了断 没有办法的龟海一刀 只好强闯少林寺 寻找最后一人辽空大师 辽空大师身为少林主持 武功明显在龟海一刀之上 可最终他与两个结败兄弟一样 选择了死在龟海一刀的刀下 辽空大师死后 龟海一刀本以为已经替付报仇 来到了龟海百炼遗骨所在的一桩 谁知一阵狂风刮进一桩 吹翻了棺材露出了龟海百炼的遗骨 龟海一刀收敛遗骨时 发现了遗骨上插着一把匕首 而这把匕首是母亲陆华农的 从这里的剧情来看 麒麟子三人宁死也要掩护陆华农 明显是乔风寻仇的鹿子 而龟海一刀得知凶手是陆华农后 本想杀了陆华农替父报仇 可终究是于心不忍 这时了结大师到来 以绝对的实力击败了龟海一刀的雄霸天下 要龟海一刀留在水月安 不要再次踏服江湖 龟海一刀心中不甘 在龟海百炼衣服的家层里 找到了更加厉害的阿比道三刀 趁此时间 小编推荐需要招工的家人 去招工快的五八同城 得知阿比道三刀的厉害后 龟海一刀修炼起了阿比道三刀 可阿比道三刀的魔性 要远远胜过熊霸天下 这让龟海一刀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失控入魔 还曾闯入护龙山庄大开杀戒 差点杀死了程氏妃三人 幸好了结大师将其带回少林寺 要他经过七七四十九次除魔 就可以恢复过来 不曾想铁胆神侯为了击败曹正纯 直视柳生弹马首使用甲的熊霸天下 四处滥杀无辜引起功愤 就连了结大师 也为了保护龟海一刀死在柳生弹马首的手下 没了了结大师的帮助 龟海一刀魔性爆发难以自控 只好选择了自断右臂 变成了一个独臂阳果 最后铁胆神侯的阴谋暴露 龟海一刀准备对付铁胆神侯 在成是非的身上 发现了一套左手刀法 修炼左手刀法后 龟海一刀恢复了大部分战力 与断天牙两人大战铁胆神侯 铁胆神侯因为肃星之死 星神大乱 被龟海一刀和断天牙重创 死在了龙椅之上 而龟海一刀则是和断天牙 共同执掌护明山庄 打击贪官物力为名深渊 如果海棠能看到现在就好了 会的 因为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